美军高层计划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闭门会议 讨论内容则是某神秘的中国新型航天器 由美军上将认为其实轨道轰炸机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户 我是虎妞 最近中国成功发射了一架可以回收的先进航天飞行器 引起了美媒和太空军的密切关注 按照美媒福布斯杂志的说法 中国发射了一架航天飞行器在太空中多次变轨 并且在空中滞留了18天之久 引起了美太空军的密切监视 美媒认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可回收航天飞行器 就是美国版的X-47B空天战斗机轨道轰炸机 中国已经拥有了可以堪比美国的轨道打击系统 美媒防务新闻认为 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迅速 包括去年试射的环绕地球一圈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航天军事领域上正在快速赶超美国 对此美国国防部高度重视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的信息 美国国防部长将召集国防部高官 于下周在五角大楼举行一次闭门会议 专门商讨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太空发展新型打击武器的问题 美媒认为这个议题主要是因为 美军高层在看到 中国成功试射高超音速飞行器 及其发射的滑翔弹头后才打算开会讨论的 而去年 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 击毁了一颗报废卫星的举动 也同样地引起了美军高层的忧虑 美媒认为 中国的太空武器正在威胁太空的稳定 美国防部给出的结论是 目前中国的太空武器威胁最大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和轨道飞行器 组成了新的轨道轰炸机 对于这种打击手段 美军无法预测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上将表示 中国已经成功地测试了这种能力 这是当前世界上从未见过的 他还表示 现在必须针对美军现有的反导系统 进行改革和升级 并且开发新系统 以便美国可以在受到攻击时 更好地进行防御 简而言之 理查德上将的表态 就是美军现阶段的反导系统 无法拦截中国的轨道轰炸机 不受约束的轨道轰炸机 可以在太空中 随意地对其锁定的目标进行轰炸 理查德上将还表示 他根本不相信美国反导系统 曾考虑过中国轨道轰炸机的威胁 美国反导部队面对中国的太空武器 威胁将会大幅度增加 虎妞认为 美军高层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 反倒是美军 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开始搞所谓的空天战斗机 目前已经成功地研发了X37B空天战斗机 当前正在美国太空军内服役 毫不夸张地说 这款空天战斗机对于中国的威胁 看成核武器 首先 这款飞机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飞行器 理论上也是轨道轰炸机 而且拥有极强的机动能力 极快的速度 超长的指控时间 其次 这款飞行器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和侦察能力 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全球目标进行侦察和进行精确打击行动 这款飞机由于是重复使用 可以搭载模块化装备 能够像卫星一样进行侦察 而且具有强大的变轨能力 燃料充足 可以连续在太空执行超过780天的任务不降落 这就相当厉害了 本来X37B具有相当强的变轨能力和高速度 若在战时 可以常年潜伏在太空中 对中国的卫星进行击毁 捕获 干扰等行动 而且X37B极高的速度和超强的变轨能力 也使得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反导导弹能够对其进行拦截 X37B最高速度超过25码核 加上其不断变轨的飞行轨迹 想要靠导弹拦截X37B 是不太可能的 X37B也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 具备搭载激光武器和制导武器 甚至是动能武器的能力 在数百千米的高空中 X37B可以无视反导系统的防御 在一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发起打击行动 其携带的动能武器 在高空的打击效果不亚于战术和武器 所以美军研发这款武器的目的 就是为了掌握太空的军事霸权 并且取得对于各国的不对层优势 而现在中国同样是非得类似于 X37B可重复飞行的航天器 美媒和美军高层就如此跳脚 充分说明其双标本质 反正是美国拥有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中国拥有就是对于太空和平的破坏 虎妞认为 中国成功是非重复飞行航天器意义重大 打破美国技术垄断 这样在太空中美军才不会为所欲为 因为中国具有相同的反制手段 就像和平衡一样 就像和平衡一样